今天很高興聽到Rocky和阿Key聊天 對於我們加航的乘客來說 一個天大的喜訊 我對上一次加航的時候 發現原來成為了Aeroplane member 已經可以免費在飛機上訊息 接下來還會擴展很多App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沒錯 其實在較早之前的今年 我們已經跟了很多乘客說 只要你是加航Aeroplane的會員 乘坐我們加航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Free Text Message 包括WhatsApp、iMessenger 或者MSNMessenger都沒有問題 這個天大的喜訊就是由這個星期開始 因為亞洲的這班乘客來說 對我們加航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 所以經過我們多方努力 我們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宣布 由這個星期開始 只要你是加航的Aeroplane會員 你可以上到我們飛機上 你就可以登入我們的網頁 你可以除了用WhatsApp、iMessenger 或者MSNMessenger之外 今個星期開始 可以用到WeChat 可以用到Kakatalk 還有可以用到QQ 又或者Line 真的很好 因為在飛機上十幾個小時 你完全和外界斷絕的話 有時候很悶 飛機就來到達的時候 可以檢查你的親戚 來接機 飛機就來降落 除了天大喜訊 可以檢查訊 我知道加航剛剛推出了一條新的航線 就是由溫哥華飛到新加坡直航 沒錯 我們公司在兩個月之前 就宣布了 將會在2024年的4月份開始 就會有一條全新的航線 這條航線連接著加拿大和新加坡 就是由溫哥華出發 直飛到新加坡 總航程是十六小時 身在東岸的朋友們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無論你在東岸島也好 在滿地海也好 或者在Ottawa也好 都有一個很方便的航班的轉接 只要你在溫哥華 等一段很少的時間 就可以轉機 乘坐我們由溫哥華直航去到新加坡的航班 最重要的是 出發時間是晚上的時間 你上飛機 喝一杯你喜歡的飲品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好的睡眠 去到新加坡一早上 就可以把握時間 立刻就可以出去 在大排檔 一些好的地方 去吃新加坡的美食 最重要可以在飛機上 Hex Message 叫餐廳預訂位 下飛機就可以吃餐好了 今天很感謝Rocky接受的訪問 多謝 拜拜 拜拜